很榮幸 能夠在中正堂的前庭辦一場演唱會 真的很謝謝鳳慶子給我們這個很難得的機會 真的 謝謝我們的學弟妹贊助我們的錢 對 我們等一下會拿去吃好料的 蛤 有什麼好料的嗎 沒有啦 開玩笑的 當然 當然就是第一個還是要謝謝我們學校的課外活動組 然後提供我們的場地 設備 然後還有一些學校補助的經費這樣子 大家才有這個機會能夠在這邊享受我們這樣一個夜晚 好 看來看來我們前面這位字號準備好了 還可以 同學請問 為什麼你要做《石荒地圖》這首歌呢 其實 這個問題我想一下就是 一方面這首歌 它在講的就是說 那種它就是沒有無家可歸的 在路上的 其實它可能是老人 它可能是沒有工作的 無業遊民 那他們可能成天就是 有一餐沒一餐 那 但是他們 就是還是在過這個生活 那 我們也 好像也幫不了什麼事情 就是對於寫歌 這首歌的人來說 他看到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好像也幫不上忙 但是我們能夠做就這樣自己過得更好 所以就是這首歌其實要告訴我們說 就是 人要懂得滿足 就是不要 不要不自主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歌手 原唱 《黃界》 然後我從高中看它第一場表演之後 就一直到喜歡到現在 從 今天星期一期一直唱到 一直唱到後來 唱了很多它的歌 然後我想這應該是最後一次我在這個舞台上面 唱 我自己最喜歡的歌手的歌 以這個身分啦 以馮甯子的 幹部的身分 對 好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 趕快歡迎我們志浩帶來的《時荒地圖》 你要裝哭好不好 掌聲歡迎志浩 在這樣的午夜裡 你推著一車的廢物 在這樣的午夜裡 我推著文明的廠物 在這樣的午夜裡 我推著文明的廠物 在這樣的午夜裡 我推著文明的廠物 你沒有起點 當然也沒有終點 你緩慢而堅定地走向的下雨場地圖 在這樣的午夜裡 我站在這樣的馬路 忽然間發現自己的孤獨其實很虛無 我恍恍惚惚 看見了卻抓不住 你搖晃的背影 我有那麼一點點痛苦 真理和公平的決定 是那麼模糊 道理不道理要怎麼說 才能清楚 在匆忙的世界 我們走自己的路 努力的追逐 那其實退步的進步 路上的風景 經過了也就不在乎 我們都該學習 什麼是滿足 在這樣的世界裡 我站在這樣的馬路 忽然間發現自己的孤獨其實很虛無 我恍恍惚惚 看見了卻抓不住 你搖晃的背影 我有那麼一點點痛苦 真理和公平的決定 是那麼模糊 道理不道理要怎麼說 才能清楚 在匆忙的世界 我們走自己的路 努力的追逐 那其實退步的進步 路上的風景 經過了也就不在乎 我們都該學習 什麼是滿足 在匆忙的世界 我們走自己的路 努力的追逐 那其實退步的進步 路上的風景 經過了也就不在乎 我們都該學習 什麼是滿足 在這兒都學習 通常 為了也就不在乎 我們都在寶貝 通常 在 PDF上 面試學 租人員 通常 谢谢大家